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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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問一下這次陳建昭收壓禁建 對於瑜伽來講有什麼樣的一個大影響嗎 比較大的影響就是 記得一直打來啊 一直打給我啊 其實講真的我知道的 可能比你們還少啊 我講真的我接到記者的第一通電話 就是 他是跟我講說他 現在出了一點事我說什麼事 反正就 對我知道可能比你們還少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 因為現在在司法審判嘛 那如果真的有罪就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反正就是這樣啊 我也蠻痛恨就是 詐騙集團這個事情 我知道這個事情是 昨天吧 昨天吧 上媒體的前 一個小時我才知道 而且我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當下心情 瞎 瞎透了 真的丟臉 真的很丟臉 可恥 我就說真的 這位現在記者寫說 這個 他的月收入有上百萬這樣 你知道他都在做什麼嗎 我當然 我當然不知道啊 我當然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這麼可能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要顧的只是 我的兩個外甥 基本上 他在做什麼 我不會管他 也不管我的事啊 他已經成年人了 對啊 他確實有在立委辦公室工作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他有明天這事 不曉得 我不曉得 我不清楚啊 我都沒有在立委辦公室工作了 所以我說 你們知道的可能比我還多 他在被警方帶補的時候 口袋是有特助的名片 那這部分他是自己有去印還是 自己去印的吧 應該自己去印的吧 唉 反正就是為兩個小孩覺得很可惜 真的 因為二姐其實那時候留下了 蠻多的錢給小孩子 大概留下多少 我不清楚 可是應該有 應該不少錢 然後給小孩子 應該有破錢 一定有破錢 一定有破錢 就二姐留給小孩子的錢 畢竟自己留給小孩 如果他有好好照顧小孩 那就好了 可是現在 如果有關係到這個 司法這些問題的話 可能他那些錢 你本來是要用來養小孩的 那你後來 這個 到底要怎麼辦 我也不曉得 這個錢 就是 兩千多萬 琪琪 給老公 你們會想辦法把他要 應該不會吧 要怎麼要 會不會擔心 琪琪留下的錢 會被當作贓房扣走這樣 一定會 我覺得會 因為他不是被抓了嗎 確定被抓了 他一定就是會被扣啊 如果他有涉嫌到這個 所謂的 詐騙這個事情 我是真的覺得很瞎 本來會幫他找律師嗎 不會 不可能 以前跟這個人相處在一起 有這種感受嗎 就是會覺得他是一個車手嗎 我只是覺得他是一個 宅男 宅男嘛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跟他不熟啊 我講真的我跟他不熟 私底下沒有很多的 相處 基本上都是小孩 都是因為小孩 才會一起出去 因為他好像隨身都會帶兩百萬 隨身都會帶兩百萬 他是一個就是 手頭很 很比較寬裕的人 好像沒有耶 不久前 然後去Costle買個肉 小哥哥他們要回來吃烤肉了 然後他還跟我媽拿錢 我記得 拿烤肉的錢 烤肉九千多塊 然後我媽給他一萬 他說 剛好補有錢這樣 當然到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 一定會啦 會為二姐感到不捨 然後他主要是兩個小孩子 唉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兩個小孩不見了 怎麼辦 小孩子我們是很想把他帶回來 只是 目前都找不到人 因為我們 每次跟他聯絡的每戒 其實都是 透過飛翁 阿飛翁現在也不接我們電話 所以 我們也不太知道怎麼辦 瑜伽就好像說有透過社群 大家都會借了 他們來找 對啦 我不曉得 因為我要工作 然後我就 我就趕出來錄影 其實他已經 一個多月沒有 到我們家裡來了 每次打電話給 飛翁阿 然後飛翁都跟我們講說 他們要帶他去飯店 或是哪裡 或是幹嘛 所以我們大概 跟他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見面 只有透過那個 視訊電話 見面 小孩的部分是 繼續找啊 小孩是無辜的啊 我講真的 雅萍姐現在的 心情 多少一定都會受到影響的 因為 怎麼講 兩個小孩子是 無辜的嘛 他已經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 很煩 真的很煩 應該還是我吧 那不然怎麼辦 對啊 謝謝你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